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 哎,我琢磨了 上文书咱们结束的时候 这口子呀,可能拉大了 我说呀,要在这一集里 咱们就把这个达瓦奇逮走 咱们这不妨小透露一下 这清平准干尔达瓦奇部 到了最后这达瓦奇并没有死 而是被这清军活捉了 当然了,这活捉的过程还是很曲折的 咱们后文书还会讲到 您不用替这达瓦奇大汗着急 哎,他没死不说呀 他还活得很好 到了后文书啊 他被拿到了京城以后啊 这乾隆皇帝竟然把他释放了 还封他了一个亲王的爵位 这是啊,之后的故事 咱们在这儿啊,不过多的剧透 那今天咱们这书烫子还得紧着点跑 为什么呢 不是说了吗 今天咱们得说到 隔登山一战 一下子就击溃了达瓦奇 说实话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这难度不小 这上文书 这两路清军呢 还没进入到墨西蒙古呢 今天呀 咱们就得奔大结局去了 哎,为了照顾剧情的连贯呢 多少的 咱们还得把前边啊 捋捋 要不就呀 还别说是您听着 我说着都费劲 这大清朝廷啊 两路大军进攻 墨西蒙古的准干尔韩国 咱们按下一支啊 单表北路 为什么这西路不说呢 因为这西路啊 没有什么故事 这西路进军的路线啊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 新疆南疆 那会儿的南疆啊 大片的土地 实际上啊 已在清政府的掌控之下 所以说呀 咱们没有什么可聊的 这大军呢 无非是长驱而入 哎,这北路啊 它可就不一样了 您像咱们前面讲过 什么嘎尔丹呢 侧望阿拉布坦呢 嘎尔丹侧陵啊 这些个蒙古大汗啊 动不动 就从这个墨西蒙古啊 越过杭爱山 西扰这个墨北蒙古 还顺势的往墨南蒙古侵袭 所以呀 这大清朝的北路军 这一条线呀 才是最动荡的 才是最有仗可打的 可是呀 这清朝大军 越过杭爱山以后啊 这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呀 简直是让他们惊呆了 您还别说呀 前线的这些骑兵将士 就是啊 在京师的乾隆皇帝 可能也是万万没想到 根本就没用费事 这大清朝廷 费了吃奶的劲啊 做的这些战前准备 是根本没派上用场 这清师稿上啊 是这么说的 大兵所到 不凡一师 皆以鸡手归城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这大清朝廷啊 给美援骑兵的剑囊里 插了四十根剑 也就是说呀 一根剑都没放呢呀 人家就稀里哗啦 都投成了 哎 这个孝庭杂路所载呀 更细致一些 这上边说呀 大者数千户 小者数百户 无不斜九千阳 以降兵行数千里 无一人敢抗折 这可就牛了 这爱新觉罗昭莲啊 在他的孝庭杂路中说呀 这大清朝的兵啊 牛了去了 这大军一到啊 行了数千里地 竟然呢 没看到一个人抵抗 不但这样啊 这百姓 单石湖江 跪在道路两旁 是以迎王师 这抱着九不说呀 还牵着羊 来的呀 那可不是抵抗军 那都是来劳军的 就像啊 看见了亲人一样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啊 这历史学者呀 也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啊 有一种声音是这样的 这种结果呢 那主要是要归功于 阿姆尔萨纳 这问题就在于 这些准嘎尔的牧民呢 他是要投降给谁 从情理上来看 如果这些准嘎尔人呢 要是投降给了大清朝 搁谁也高兴不起来 那必定是 我这准嘎尔韩国 被外来势力入侵了 这归降了 就等于是叛国 哎 您这占领军呢 吃麻儿喝麻儿啊 您自己抢吧 我凭什么 丹石湖江的 往您大营里送啊 哎 他其中的问题就在这 这群准嘎尔人呢 他不这么看 因为他们觉得 这大清朝的军队啊 既不是入侵 也不是过来评判 他们是啊 帮着我们来打暴军的 那么是谁把他们请来的呢 当然啊 是前些日子 过到大清朝 去搬救兵的 像什么 阿木尔萨纳投人呢 还有啊 这个萨拉尔投人呢 再有就是三车陵 这些个投人 哎 这会儿您该纳闷了吧 因为这牧民不知道 您知道啊 这些个台阶啊 明明是啊 投降到了大清 为什么在牧民心里 他们确实去搬救兵了呢 哎 这就是宣传的结果 临出兵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就召见了阿姆萨纳 他跟阿姆萨纳说呀 爱卿啊 这次出兵 朕允许你用八旗上三旗的旗帜 这阿姆萨纳眼珠一转呢 他想了想啊 觉得这样绝不行 至于这案里的原因呢 哎 咱们今天啊 没时间聊 咱们明天再细掰着他的心理 明面上啊 他跟乾隆皇帝是这么说的 我一旦要是打着这个八旗兵的旗号 这乾隆皇帝一想啊 也是这个道理 那就打你自己的旗帜吧 虽然我们大军出征啊 但是越少麻烦 越省事 当然就越好 故文啊 这个史书记载 阿姆萨纳呀 是持旧道打尽的墨西蒙古 哎 这旧道是什么意思呢 道啊 就是大道旗 在这戏台上啊 叫帅字旗 是识别这支队伍身份的明显标志 哎 那些戏词怎么唱来着 都打的母字啊 真啊 真乾坤 哎 您看了吗 这大道旗上绣了一个母字 您就知道啊 是木龟英杀过来了 这阿姆萨纳 他是这么想的吗 还真不是 他心里头啊 有一盘大旗等着下呢 哎 这盘旗的前半旗啊 这孙子还真下赢了 差一点点啊 就把这大清国和这乾隆皇帝装进去 哎 至于是什么旗啊 今天咱们为了让这个大军呢 早早的和这个打把旗交锋 所以说呀 咱们也只能留到明天再说 这些牧民的 一看这些大道旗就明白了 来的不是别的人 是我们的胎记啊 哎 所以说他们认为归降的并不是大清 是自己的胎记 自己的民族领袖 这阿姆萨纳对外宣传也是这么说的 说这后边的清朝大军呢 并不是天朝王师过来评判的 那是让我请来的救病 救你们于水火之中摆脱达瓦齐的暴政 还有一些史学家认为 哎 这些准嘎尔人纷纷来投诚啊 那并不是这个阿姆萨纳的功劳 实在是因为这个达瓦齐的施政啊 太暴虐了 俄国史料啊 就是这样记载的 说当时啊准嘎尔韩国的牧民 连饭都吃不上 还有什么力量 力气和这个清朝士兵抗衡呢 所以说呀干脆就归降了事 总之呢没费什么劲 这两路大军在四月份的时候 就在伯尔塔拉会合了 于是呢 这两波人呢就要一鼓作气 是指导敌军的老巢伊犁了 那么说这会儿咱们这个准嘎尔韩国的 大韩达瓦齐 他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嗨 那还用问吗 这会儿啊 哥们正是啊 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干着急呢 话说呀 这清朝两路大军进入了准嘎尔韩国以后 这达瓦齐呀 眼睁睁着 看着自己的牧民 纷纷的投降了清军 自己呀 却无能为力 这大军呢 眼看就已经到了伊犁了 而这准嘎尔各王公啊 一点打算救援的意思都没有 这可算是众叛亲离了 这也不能眼睁就看着 大军杀盗攻破伊犁 把自己啊 绑扶到北京 或者是伸手一出 哎 等死啊 他不是办法 这达瓦齐啊 点了点数 自己身边呢 还有两千多的亲兵卫队 他又让这些人呢 到这伊犁城附近 连说带哄啊 连抢带夺的 又召集了几千人 加到一块儿啊 可能有个一万多人 出了这个伊犁城啊 咱们跑吧 先避过这清军的锋芒啊 再图后继 哎 往哪跑啊 于是这达瓦齐啊 就带着这硬拉来的一万人 全部退守 跑到了一个叫做 戈登山的地方 那这戈登山在哪啊 今天这话说呀 这戈登山呢 就在伊犁的昭苏县 这爱好徒步魔旅的好朋友 一定对这个昭苏县不陌生 您看那儿啊 有游色花海 有天马节 并且呀 还是这国内知名的徒步大道 哎 这戈登山呢 他就在这个地方 这达瓦齐啊 昼夜不停跑到了戈登山 人困马乏 本来呀 一万多人呢 现在也就剩下一万来人了 只好呢 在这戈登山下呀 暂时安营闸了寨 其实啊 他们不知道 这清军呢 已然尾随着他们 来到了戈登山附近 据这个阿姆尔萨纳 后来向朝廷的奏报当中显示啊 说这个达瓦齐 带着一万多人 背靠着戈登山 面临着一片大沼泽 准备和这个清军对驰 要一决死战 而清军呢 也很快在他们对面 扎好了大营 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这双方严阵以待的时候啊 清军抓获了两名 从达瓦齐大营当中 跑出来的逃兵 这一审问的才清楚 说这个达瓦齐的军营当中 军械不整 马力一伐 现在呀 是众心离散运 降者居多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啊 这阿姆尔萨纳也不敢怠慢 连忙把这个消息呀 就共享给了营中的大帅班地 这两个人一商量呢 他们觉得呀 咱们不能这么如此贸然的出兵 咱们得呀 找那么十几二十个这准夹尔人 和咱们贴心的 组成一支侦察小队 伪装成达瓦齐的人 偷偷摸摸的摸进达瓦齐的大营 是一探虚实 那要说这还不好办吗 于是啊 就在大军当中挑选了 二十五名这准夹尔的勇士 让这些人呢换上了达瓦齐军队的军衣号坎 化妆成这个达瓦齐的部队 这才要刺探敌营 可是啊 任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二十五个人 把这五万清军该打的仗啊 一宿之间全给打了 并且啊 这二十五个人 在一宿之间竟然抓了六千五百名俘虏 哎 您听着信不信呢 哎 您信不信 我信不信 都不得要紧 反正啊 他青史稿上明明白白是这么写的 那么要知道这二十五个人呢 是如何俘获了六千五百名俘虏 咱们呀 还真得明天接着说了 得了 您今儿先早些 咱们明天准见 咱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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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呀